大家好,我是民建聯在進出口界的立法會議員黃英豪 今週一有機會參加國際財經論壇 聽到我們特首李家超和中聯辦鄭雁雄主任的發言 特別是鄭主任提到一定要善用香港國際化的平台 是發揮香港國際化的優勢和特色 這樣我們香港才可以為國家發揮到一國兩制的地位 而發揮我們的作用 而特首李家超也說了2024年 會有不少的國際投資高峰論壇在香港舉行 大家應該要拭目以待 近期我大概一個星期前也帶了一個團去阿聯酋 中東、阿布札比和迪拜 亦都能夠與當地的投資部門達成一個默契 就是由明年開始分別在香港2024年和2025年 在阿布札比舉辦一些雙邊的投資論壇 希望能夠推動香港和中東阿布札比 和中東的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繫 希望大家全力支持和希望大家多些參與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